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我今天晚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拍攝的 Fancy Dance Cover Behind the Scenes 幕後花絮的部分 那一樣我也會檢討一下我看看 可能要改建哪些地方呢 或者是有好的地方可以繼續保持的地方 那我們就直接來分享我們的 Behind the Scenes吧 我們先練 我們先練一下 你慢慢練 不是都這樣子嗎 好就這樣 3 1,2,3 Fancy 第一個問題就是我拿我的RONIN穩定架的時候 其實握著上面如果我要拍攝低角度的時候 不太順手 我在拍攝的時候看起來好像手都快扭到了 拍攝過了一點之後 我終於伸出來一隻雞頂把手 可以直接裝在我們的RONIN M上面 來做低角度的拍攝 這樣子拿起來會更加順手 對 這樣加的把手除了低角度拿起來比較好 那我們從低角度如果要提到 胸上這個角度的話 其實也方便很多 就不需要手忙腳亂 好像不知道握哪裡的狀況 所以我們就這樣輕鬆解決了 低角度拍攝的問題 第二個我想要分享的就是 我這一支影片 Fancy這一支Dance Cover 是我人生第一次用Black Magic Pocket Cinema 4K 拍攝的12bit RAW的影片 所以整個後製整個製作過程 改變的還蠻多 我這次也是第一次玩過12bit RAW的檔案 跟平常你相機手機拍出來的8bit 其實差距非常非常大 整個後製空間可以大很多 我是覺得沒有把這個12bit檔案推到極限 因為之前習慣用8bit 所以你就知道我大概不能超過某一個空間 像是色溫 我不能把一個黃色的色溫直接調成藍色 因為它後面整個畫面就是馬賽克 整個就是雜訊很可怕8bit的檔案 但是現在切換到12bit 其實整個很浮誇的調整都不會有問題 那這也是我需要再練習的地方 那去年我買了Blackmagic Pocket Cinema 4K之後 我有拍攝了一個12bit跟8bit的 一個有點像測試分享影片 那如果有興趣就可以去看看 第三個問題就是我們顏色匹配的問題 如果你從白天一直拍攝到下午 其實陽光一直在改變 那如果是陰天那個雲一下子有一下沒有 然後太陽一下出來一下沒有 那其實色彩匹配就是你要很多的畫面 最後剪出來顏色要一樣的 這樣非常困難 我整個調色調到我都快發瘋 所以現在我過了一年之後 我就買一個簡單來說 它一面就是白平衡 那另外一面就是顏色匹配 就是色彩匹配 就是不同的光源打到不同的東西 反射出來的顏色就會不一樣 那它就會告訴你正確顏色要長這樣子 所以這個Fancy Dance Cover 就是我還沒有買這張色卡之前拍攝 所以整個後製 我那個天空啊人的膚色啊 整個就亂七八糟 而且花了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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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時間去調整 而且效果又不好 那這色卡使用也非常簡單 你就是盡可能在每一顆畫面開拍或者是咖之後 你就是盡可能把它塞到鏡頭之中 這樣子你後製的時候 你只要框好這個顏色 你的顏色匹配就會非常簡單 你就不需要花上好幾個小時 你只要把這個圈好 然後電腦就會幫你自己去處理這些顏色的問題 有一個拍攝手法我覺得非常有趣 就是我可以繼續保留的就是 track一個東西 如果有一個物件在右邊 我們可以從左邊就這樣track 就是有點像跟蹤這個畫面 我覺得這拍起來有點像是在演唱會 有人在下面推軌道 然後拍上面有主唱啊 或者是其他人在幹嘛 這個畫面真的是超棒 我覺得可以繼續保持 最後有一個小小的技巧 就是如果你要把影片放到YouTube上面 這個小技巧可以把它學起來 就是你不管你輸出的影片 你原本的影片可能是你是Full HD 但是你上傳到YouTube 你盡可能就把它升到4K 或者是甚至更高 如果你電腦OK的話 因為如果你把一個Full HD的影片丟到YouTube 它其實是會在壓縮 所以它整個畫面就會看起來很糟糕 那如果你把一個Full HD的影片 先把它升到4K 然後再傳到YouTube YouTube會覺得 你這個是4K影片 那它的處理方式整個就不一樣 真的差很多很多 所以這就是一個小小的技巧 就是如果你要上傳YouTube的話 盡可能把你的影片尺寸調大一點 上傳 這樣會影像品質比較好 OK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Fancy Behind the scenes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和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是 Behind the scenes分享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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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